登上布达拉宫的半山腰 美丽的拉萨城尽收眼底 当年的龙鹿们悲运沉重的货物攀登布达拉宫 而我们此手空拳还累得不喘气 来到大门前 精美的雕塑和笔画深深吸引了大将 大大小小的相机忙着拍着不停 穿过通道来到布达拉宫售票处 在这里构造了布达拉宫的参观卷 从这里进入布达拉宫参观 就不允许拍照了 我们爬楼梯穿南道来到一个广场 这就是专共达拉喇嘛在节日期间观看跳绳 欣赏藏气表演的场所 藏语村得两下 意思是东欢乐广场 由此上楼梯进入北宫 楼梯有三排 当中的佛梯是专供达拉上下的 一般深重火官员 只允许从两边佛梯上下 布达拉宫树立堂皇 美不胜受 这是松赞干部的事项 这是慈宗公主 文臣公主 藏飞蒙杀此家怀抱王子共日共赞的首相 这是布达拉宫里 康熙皇帝的藏身卢位 排位上方是乾隆皇帝 身着袈裟的腾坎画像 这是清朝同志皇帝 玉书的福田廖国匾 布达拉宫里的笔画 精美绝美 生动 风筝 这是文臣公主 近战受到隆重欢迎的场面 这是一流五二年 五四达拉在北京觐见甚至皇帝的情景 每轮美幻的笔画令人无不暇解 鸿宫是离带达拉的灵塔殿及佛堂 这是五四达拉喇妈的灵堂殿 是鸿宫最大的殿堂 殿内高旋轴 前隆皇帝玉书的永年初地点日 这是五四达拉喇妈 罗桑加措的首相 他的灵塔巨手耗费黄金11.9万两 北影104万两 这是流四达拉 苍阳加措的首相 他是唯一一位 在布达拉宫没有宁堂的达拉 这是七四达拉的首相 这是八四达拉的首相 这是九四达拉的首相 这是十四达拉的首相 这是十一四达拉的首相 这是十二四达拉的首相 这是十三四达拉主增加措的首相 1904年为了抵抗因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领导西上的领导进行了著名的江湖保卫战 电影《红河谷》反映了这场保卫祖国领导的战斗 这是1959年逃往国外 鼓吹战独分裂祖国的十四世达拉 单真家措 我们虽然只是走马光花地参观布达拉宫 仍然花了两个多小时 走出布达拉宫的后门 一眼望去 远处是青藏铁路的拉沙河大桥 远走后山的时间路离开布达拉宫 山下的湖泊就是布达拉宫的后花园龙王塔 尽管已是中午时分 还有藏民扰着赚金道祈祷 参观了布达拉宫 让我们领略到西藏独特的风光和文化 布达拉宫的建筑艺术展示了藏族的建筑风格 同时他也吸收了汉族建筑的精华 他不仅是藏族劳动人民智慧的解禁 也是汉藏人民互相交流 团结协着的点赞 布达拉宫既是藏式建筑的杰出代表 也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作品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无话一场 西藏旅会照样下的布达拉宫 此纳马庄莲俗目雄伟 叶末降临的布达拉宫广场更加尼人 彩灯照耀下的布达拉宫是那么美丽动人 魅力无穷 华灯出上 喷泉奔涌 拉沙之夜是那么的迷人 夜色中 西上和平解放纪念被微我停留 音乐喷泉在欢乐的乐曲中天天齐舞 美丽的拉沙雄壮的布达拉宫 你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